在台湾各个信仰落地生根的由来 构成精彩的历史故事 人神交流产生的情感 更可以说是这片土地最无价的资产 据说在彰化有一位Mazobo 因为一件拯救万民的神机备守爱戴 甚至还登上了报纸版面 成为国民女神 于是摆妙小组来到彰化 看能不能从相亲口中得到一点线索 大阁口中的核心宫是皮头香信仰中心 在当地有超过300年的历史 当我们踏进庙内想探访乡亲所说 Mazobo不可思议的神机时 却先看到门口这个展示物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颗炸弹 庙里为什么会放一颗炸弹呢 这炸弹是第二变世界贷 phone 美国空军来来风筝这时 魔祖鉴灵 把这炸弹传外 和我们这些船民 无 receive到这变财 听起来 荷兴公马祖救万民的神机 应该就是竹尾所说 结炸弹的传奇了 当时轟动全台的报导 也还高挂在庙里 而这位传说中会接炸弹的马祖 是如何来到毗头乡的呢 故事要从这里的拓展史说起 毗头乡位于彰化县的中南端 地位置在旧洲水溪的冲击山上 毗头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于清朝初期 此地当时灌溉不已 当时由我们的福建与广东先民开墾时 在今天的皮头还有田尾两乡的交界 开辟做人工的大皮 以提供农业灌溉使用 逐渐就慢慢形成聚落 我们可以从老一辈的口述与历史调查 在清康熙26年 由阳姓先民自梅洲马祖庙 奉请黑面山马的金森来台 最后面选在这块土地落脚开墾 起初妈祖是在杨家的宫廷提供 庄民奉仕与参拜 乾隆八年由大胡厝的胡氏捐帝 庄民集资盖庙 前后历经了四次改建 核心宫有了今日庙貌 大家口中有求必应 接炸弹救万名的开机三妈 就在镇殿神坎里 而据说能够验证接炸弹神机的证明 就在神尊身上 百庙小组能得到马祖同意 请出平时不轻易出神坎的开机三妈神尊吗 感谢妈祖藤爱 核心宫据三百年历史的开机三妈神尊 将请出神龛 揭晓他接炸弹九万名的证明了 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期待呢 我们开机妈祖婆 一年这么串两道 一道是我们五顺油争 还有命接大甲妈 今天是高点电视台小组要来采访 我们很心中的 把妈祖婆拨背背清洗 把车串转电 这些神机就在妈祖的生活上 我进来跟妈祖的神机 来介绍给大家了解 在我们的妈祖婆的石子 石子这有很贵 这当初是有很贵的岛 跟妈祖婆只是说这样 可以这么贵 在那个石子 这要还有一个痕迹 仔细看 开机三妈神尊的石子 真的有黏着过的痕迹 不过上百年的神尊有毁损 也是蛮合理的事啊 为什么会说 这和妈祖接炸弹的传奇有关呢 因为我们有轻点嘛 车妈祖婆很串 奇怪 那如果有轻点 那如果轻点 我们知道把手的痕迹在那里 那如果轻点 后后还是 当然就是 后后也是叫 咱们的夫人作不轻的质一拆 用那时候当时的莲酌忌 拆下 拆下后 多久也再asy 再吃 也是更加進去 結果 我們昨天就是清洗馬祖婆 說這道對於是否原因 馬祖婆在台下說 他是去接這個炸彈 我們昨天我們這也是用煉球 煉球的蝦仁 用藥的 有不理由 人說 有不理由 用煉球 有一個蔥雞 一個副雞 有兩個放煉球的 說也奇怪 馬祖透過斷指 告訴大家接炸彈的故事後 斷掉的神尊手指 就接的回去了 更神奇的是 在何欣公信仲追溯這段歷史時 才發現有一個更驚人的巧合 我今年我九十二歲了 當時那時候就是 我們長得有在 我們這些路都有在拜拜 請媽祖來在這裡 我十四歲 阿公住在隔壁村 他告訴我們 早年村子裡 如果有重要的祭祀慶典 都會到鄉內信仰中心 何欣公引請馬祖到村子裡 坐鎮 但怎麼想得到 慶典三媽過來的那一年 隔天就發生 美軍空投炸彈的事件 當時是民國三十三年 陣逢第二次世界大戰 當時這個大戰就是 浪在這裡 我們攔下來一兩千塊 跟法作平 法作平 進來這裡攔到鐵橋樓 鐵橋樓兩條 給它建設了 這以前就是原料庫 藤森的原料庫 像我們現在融合 說混合的意思 這鐵橋樓 這就是 你再感謝藤森 這就是鐵樓 我是有產 在北邊民家 我現在來叫我們的兄叔 就讓孩子吃冷 在這裡就落下來 你有看到嗎 有 看到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怎麼會怕 沒有 別怪我不會怕 之後呢 大家怎麼處理 就 早在那裡去 早在那裡去 意思就是說 什麼媽祖 要把牠去 在那裡有一個水褲 要把牠去那裡 牠不夠 這炸森就這樣 到那裡 到那裡 就比較冷便 那裡 炸森 就是來到這隻家裡 監獄 在這隻家裡 以前有錢 以前有便利的錢 那些那裡 下邊 就是下邊 撞去那裡 然後就來 帶到這裡 所以就在這裡 這家都附近 炸森 來到這裡 這家都附近 真的 做残住 在車頭的家 車頭就是白鶴 人們檢議說 那模範 剛才有感覺 叫我爆發車就對了 這車去残住 當時明豐淳樸 資訊又不發達 村民們知道 天外飛萊克炸彈 卻沒多想 它如果引爆會造成的傷害 這顆美軍空投的炸彈 就從村民家 再移到了別的地方 一百九十五十幾年 那麼這顆炸彈 為什麼最後 會回到核心宮呢 一個姓的大生家 他說 主委 你廟的 外婆做得很強 這個炸彈在我們 旁邊在煮 煮到我 我們兩個這裡去看 這裡去看 好像很興奮啦 因為 有這顆炸彈 以前的媽祖 還有政策回去 說是新炸彈回去 以前都是傳說 聽說 兵運的 當時人家來新報的 心說 有這顆炸彈 實際的 當時 紀錶正的杜先生 來跟他說 你們學生說 接炸彈 食物還有努力 因為以前 聽他們說 日本時代 那時候 好像民國 日本時代 那個炸彈 是要收回國有 不能留在民間 但是這顆炸彈 就是這麼神奇 留在 我們雞爬正的 雞鵬村 那時候你們還會去 你們兩個 從廟裡去雞爬村的 心情是什麼 好 原路很高興 心情 真正興奮 腳背 上來 你好 來 好 去 傳說中 馬祖接下來的炸彈 終於出現了 不難想像 大火激動的心情 當時一群人浩浩蕩蕩 從河仙宮出發 想親眼目睹 馬祖救萬民的證據 這個炸彈 本來就是在這個地方 以前這裡一條狗 人們都從這裡經過 在這裡用鑑螂 我們會嚮嚨 在這裡不知道更多久 不知道 幾十年 那炸彈這裡幾十年了 美軍那邊的人說 台灣照應怎麼會這樣欺負 說有辦法人從那個棍 配炸彈 這裡很久了 那幾十年了 後來 學生那裡的那裡 那裡的鑑螂 怎麼會知道 來在蒸 在蒸 我在蒸鯉蕩蕩 問我 我說我帶你來 我帶你來鑑螂 來就幾天來這裡看一看 我有一時就 人就叫很多人來鑑螂就對了 對啊 這麼多人 鑑螂的人這麼多 這麼多人 你有帶來 稀稀才了 補作一個坑 三軍中他要來貿 我沒有啦 這條照片我們去 放棍牆幾十年了 我現在知道去摸 回家的媽祖 給媽祖 大家記憶 大家知道 我們這裡給媽祖 做飯嘛 是一個競爭 給媽祖一個競爭 不然 三軍只要來貿 我就不 那要我請 請問師傅 好可憐啊 那時候 都新鮮得很久了 因為這都青菜斷在那裡 讓我們更回來 這些都是新鮮 之後 讓我們這裡 很多二天 來 做經過 清洗 那些鞋 卡住 這些腳 當然要做 大家都二天出的 大家 有什麼事情 感覺 對我們 也做 很有意義的工作 跟我們三十多年前 對啦 我們那時候 頭門都要學的 真的 三十幾年了 對 更回來這裡三十幾年了 對 我可以跟你請問 你們兩個是 從小孩實際的 出兵嗎 對 對你們來說 你們兩個 應該搞定是很好 對你們來說 有這個 一起去更早 待這個回憶 我們兩個才好而已 講到做空間 講到本錢 有啦 有啦 可以一起 把媽祖婆 這個炸彈 跟回來 你們兩個是什麼感覺 都很高興 當然也很高興 把媽祖婆 可以盜製一下 給我們的媽祖婆 他的神威 發揚光大 這是我們 淡薄的一手 開札 這張三十多年前的報紙 長輩們還小心翼翼保存著 紙張雖然已經泛黃 當年的壯丁 黑髮也已變白 但蛙炸彈 為媽祖驗證神機的記憶 依舊鮮明 也見證了他們的友誼 當時 我是站在第一堂 看到 當時的我 人家的頭門都是要 二三十年前 大家都 好幾乎來 看一看 看到 這個炸彈 大家 大家來看一看 接炸彈的傳奇 更加鞏固 核心宮媽祖信仰 在啤頭香的地位 而除了會接炸彈的媽祖 據說啤頭還有一位男神 他的廟宇非常神秘 如果沒有專人指引 是很難找到的 那麼就請村子裡的長輩 為我們帶路 來看看這間 號稱啤頭香 最神秘的廟吧 這裡看起來 只有一棵大榕樹啊 哪裡有什麼廟呢 咦 不對喔 仔細看 榕樹根部 真的有一間小廟隱身其中耶 廟怎麼會蓋在這麼特別的位置 這裡供奉的又是何方神聖呢 那塊手就是由頂竟角一直清來清 清到那個補三點 後來跟我們那個小塊手就清來到這裡 要把這個廟跟這張手要把它握下去 後來跟我們塊手一支時候回來 那天晚上我們爸的廟 民望出現一個頭門水手臂 還拿一支廟頭的老爺 他算跟我們爸說 你把它握下去 向後會幫你補皮 所以我就 反而對這城 突然說買 我反而很堅信 仔細看榕樹根部 真的有一間小廟隱身其中耶 廟怎麼會蓋在這麼特別的位置 這裡供奉的又是何方神聖呢 我們這間廟是 我們剛來最新秘的一間廟 它的名字叫做古蓉福德 所學生的是我們福地政信 福地公佩 這間廟在清廟買就有了 以前我們在禪頭 廟中有一些 福地市人很多 這間廟特別比較久 俗話說 參陶參謂土地公 古蓉福德慈的土地公 看顧的正是廟前 這一大片綠油油的農田 那麼是什麼時候開始 廟貌起了變化 變成我們眼前所見 樹包廟的神奇景觀呢 這間廟是神父廟 之後呢 我們通常說廟 自己來做地理 這間廟是這間廟來出國 百姓 這裡花一張錢 這時候呢 做了一百年左右 仔細看 古蓉福德慈的屋頂 還看得到盤根錯節的特殊景象 這間小廟神奇之處 不只有榮樹與土地公相伴的天然樣貌 據說土地公還曾經入夢指示 當時他說了什麼呢 我們是本來海高人 我們來這裡賣這塊地 賣後 我們爸爸就是看著 這個大高頭上 都有一些雜嘴 和一些雜嘴 所以這裡搶一台怪手 我來把這塊地整理你 所以就是 那塊怪手就是 由頂競角一直搶來搶 我們爸爸有交代的怪手 他不是說 農總要把它清掉了 因為算是 裡面還沒有採神尊 所以拆怪手 他就開始清了 清到那個補三點 後來跟我們拆怪手 清來到這裡 要把這個廟 和這張柱子 要把它搶下去的時候 後來跟我們怪手 一隻雞嘴才回來 這個拆怪手 就打電話跟我們爸爸說 我今天要靈驗 來換換 明天才再整理 結果那晚我們爸爸就 明明說出現一個頭文 吹像八 還拿一隻豬頭的老伯 他算跟我們爸爸說 他以為…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拿起來 我們爸爸說 裡面也沒有採神尊 他說裡面雖然沒有採神尊 但是裡面要有神 所以你把他拿下來 鄉後會幫你保備 還有… 我們在地的人 在地的這個… 副軍的人來… 來那種… 共同 再來跟鄉親尊 告白 所以我們爸爸這裡找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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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認真 我說… 好 這樣就在那裡去 我才聽到說 做土… 做金身 啦 就在那裡做的啦 這樣… 就在那裡去去… 那時候 少了警察而已 沒有這些這些看 沒有啦 這件事我不是政的 這件事我是… 交情的 送合法的 比大方的 剛才在這… 剛才在這裡說 我… 爬旁西平民 剛才在這裡說 一家… 一家發財 這件事不是政的 十萬歲的時候 爸爸跟你說這個故事 你那時候聽到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的感覺是說 沒有啊 這… 如果這樣… 這個算是 土地公爺 跟… 真正說 藥神 在地上 所以 我就… 如果開這城 土地公爺 我反而很健身 每年都會做戲 來… 讓他歡喜 這樣 台灣有不少 極具特色的 廟中廟 但卻很少像 古榮福德慈這樣 自然形成 樹包廟的景致 因此近幾年 吸引了不少外地遊客 前來參拜拍照 這位於百年古榮 相依相伴的土地公 焊接炸彈 就萬名的 核心公媽祖 也成了皮頭鄉 兩大特色神明 皮頭鄉 我們的核心公 我們的炸彈媽祖 可以說很出名 因為我們媽祖 富佑萬民 先炸彈 結果他的手指斷掉 這個故事 大家都知道 可能大家會知道 媽祖就是 祭祀 愛富佑萬民的故事 大家都傳送 那除了炸彈媽祖以外 我們在這裡 核心村 還有一個古榮福德 就要歡迎我們這裡的地方人士 包括我們這裡的觀眾 如果由我們在那裡走過 來我們的核心公炸彈媽祖 拜拜 還有來我們的古榮福德 來感受我們這個神機 讓我們在到我們的 好處於蓬佩的保佑 這樣大家都平安順順 這樣 好處於蓬佩的保佑